台北市U-Bike 1.0在去年12月3号停止营运之后 从新北市等等卫线市骑到北市的民众 就必须骑乘U-Bike 2.0才能够还车 而不小心骑错的话就必须早交调度费新台币350块 而这个新政策上路一个多月政策又突然转弯 因为市府太常接获新北市的民众反应无法还车 双美市府在讨论过后决意要暂停收取调度费 而民众如果请求相关单位协助时 则是改一累计费率计算 来到新北市就可以观察到 其实大家对于U-Bike 1.0的使用量还是非常的大 但是台北市已经退场了 主要还是以2.0为主 那这样也让新北市民还车非常不方便 新北市民要接U-Bike都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前座 旁边标志也再三提醒跨线市计的改齐2.0 不然跑到台北还不了车 还有可能被加收350元调度费 虽然1.0在北市退场已经超过一个月 但北市交通局每一天人接到超过10通 请求协助调度的电话 那也没办法 他们规定就是这样子 你跨区就要就不行起 不然你要付那个运送费 会比较注意如果是跨线市的部分的话 就尽量以2.0为主 那也希望说新北市可以去加快这个2.0太旧的 这样的一个进度 为了解决车辆调度问题 双北沟通后决定将停收调度费 如果自行骑车真的找不到停车点 可以打电话给微笑单车单位到场协助 但等待过程中累积的费率会持续算约100块钱 本来是有规划要收这个所谓道路缺人费 但后续就是新北市有跟微笑单车这边沟通 那希望他们不要收这个道路缺人费 可是要持续寄飞到民众还车 双北UX系统整合过渡期 还车不变惹民远 上路前最好确认自己骑的是哪一带 免得花时间请人调度荷包 用试写解台北综合报道